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外星机器女孩的故事 话说这天,太空飞来了一艘外星飞船 飞船并没有直接降落地球 而是用了史上最奇葩的入侵方式 派进间谍来地球投放弹病毒的食品 在采集人类样本之后 他们制造了一个半人半机器人,大号为魔机 刚好地球上一个叫舒瑶的女孩死去 于是外星将她的记忆植入到了魔机的系统里 很快,魔机便被投放到地球 看样子,颜值还不错 她也成了任务最关键的人物 与她同时执行任务的 还有上一代机器人小黑 不巧的是,魔机刚准备执行任务 就被舒瑶的前夫秦妍给撞到 这长相一样,记忆还是负责着她的 秦妍理所当然,错把魔机当成死去的妻子 不过结果反而被魔机给吊打 接着,魔机宣布跟小黑结婚 这可能是我见过情商最高的外星人 原来他们的目标 这是欧盟集团的总裁秦妍 居然想用伪装的方式搞定总裁 从来占领欧盟集团 按照概率分析 90%的男人在得知前女友订婚的消息后会死心 而10%的男人会哭天喊地滚地板装可怜 果然,秦妍见到死去的妻子后是彻夜难眠 最关键的是,自己的妻子还跟没人结婚 这简直就是呼伦贝尔顶在头上啊 趁着选婚纱的时候 她赶紧前去,瞧魔机回心转移 魔机跟秦妍解释 自己并不是树摇,要她早点死心 这里可以看出来 魔机的一部分记忆是被封锁的 这边小黑已经准备好了可以以假乱真的产品 再把欧盟集团整垮 就能用他们的渠道投放 第二天,秦妍又带着遗物来找魔机 而魔机老子里的记忆也开始经济苏醒 由于机器人的系统设定不难产生情感 魔机的大佬出现混乱 关键时刻,小黑将魔机一把给抱走 完了之后,小黑为了除掉秦妍 对魔机的干扰,找了一帮子人的混混 这边秦妍的妹妹为了保护秦妍 拿着魔机算账 而且机器人的身份也似乎被识破 回家的时候,便意外遭遇车祸 这名言人都知道,凶手就是小黑 想杀人灭口 女孩住院之后,亲眼找魔机对质 魔机压根就不知道昨晚的行动 委屈之下,大佬又出现混乱 看到外星人的弱点就是不能动感情 一动感情就会死机 眼看着魔机出现故障 搞不好就会被人类拐跑 小黑生前总部停止魔机的任务 在修复时,不但被修复好 反而刺激疏押的记忆,占领了本来的程序 接下来,获得全部记忆的魔机主动去找秦颜 并且告诉他,自己只是拥有疏遥记忆的机器人 如果他愿意,自己也愿意重新开始 秦颜当然是毫不犹豫的答应的 完了之后,小黑得知魔机的叛变 准备下手终结魔机 可结果反被魔机给收拾 小黑打不过他,只能一不做二不休 抓住了没反抗力的秦颜和他的孩子 如此之下,魔机只能妥协跟小黑谈判 小黑为了惩罚魔机叛变 只给他一瓶药水,逼迫魔机 在秦颜和树摇孩子之间,选一个 而魔机由于身体能量不足 只能放过小黑,先去救秦颜 接在这时,小黑在获得总部的授权后 远程关闭了魔机的程序 瞬间,魔机在秦颜面前倒下 从这里看,瓦型师准备了一批机器人 而一个新的魔机替代机器人再次出现 这个网剧除了女主和特效还过得去 情节整个就是乱凑一通 不怕烂片的朋友可以尝试一看 每天五小电影,欢迎来这里关注 本人作品来源网络电影《我的魔机女》